10天幫你考好這個懲分史 是絕對沒有可能的 在郭Sir的世界中 10天考懲分史是沒有問題的 欲速則不達 大家好我是郭Sir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件新的事物 就是一個新的消息 就是郭Sir有一個方法 可以冒通 10天幫你考好這個懲分史 如果有這個想法 立刻探索這個計劃 找郭Sir問一問 這些說話是不是很似曾相識 經常上網看不同的廣告 都見過郭Sir有方法 是不是真的可以十日無痛 如果你真的相信的話 我想你很有機會成為一些騙案 不一定是騙案 有很多事情不是可以快便完成 有些事情是有一個學習的時間 學習的程序 經常都說 欲速則不達 那是甚麼意思 你想快便是不能快 十日無痛 考好懲分史 你覺得這件事是否真的可以 十日考懲分史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 漏了一個字 是一個好字 是不是能夠 今天你甚麼都未有 十日後就可以考好懲分史 是絕對 沒有可能的 在郭Sir的世界裡面 因為 在學習的領域裡面 你有很多基礎要打好 也有很多知識要學習 十日裡面 即是有多少個小時 不睡覺 不吃飯 不去廁所 不洗澡 甚麼都不做 只是讀書 只有240小時 而你有中英素償 即是每一科大概有60小時溫習 但如果這十日不眠不休 不要說你的小朋友不眠不休 是你作為家長的你 不眠不休 是否真的可以達到這樣的效果 是沒有的 是不會的 我不如拉長一點 三十日考好懲分史 行不行 你是不是不需要休息 上帝創造世界都是日安息日 現在你說三十日 也是那句 分四課 每課有十日八日 你能不能夠好好地分配 以及中間作為家長的你 你要上班 小朋友的他 他要上學 這個就是香港 促食文化 連學習也好 練習也好 大家上網 那些瘦身 弄線條 那些 7-minute apps Chess 不可以說完全沒有功效 但是這些方向 是否真的可以幫到大家 哥sir 其實是有保留的 所以我們一開始說到 十日無痛考好懲分史 是一個訓練法 是否真的可以呢 除非你本身的基礎已經很好 做了很多的準備功夫 這十日我們真的是一個 非常非常精毒的訓練 去幫小朋友做一些改善 或者微調 叫做 有機會可以再令他提升多一點 所以在這個位置 無論你說十日也好 三十日也好 九十日也好 九十日也好 怎樣也好 多少日 都是一個數字 但是 我們不應該去框死了自己 在多久之內 一定要做好這件事 當然 那件事有一個結尾 你現在去到最後關頭 唯有盡力 但是我們這個盡力 不是告訴別人 我要做好這件事 我要完成這件事已經很厲害了 OK 在整個盡情裡面 究竟成分史 或者不只是成分史 每一個考試 又或者小朋友成長的階段 有很多時候發現 今年多了一些小1的同學 來跟郭Sir 我們的團隊的同事 我發現了 小1的同學 其實今年的小1同學 已經是疫情後的一些同學 起碼他可能讀過半年的K2 一年的K3 然後才去小1 理論上 是沒有現在的小2同學 這麼嚴峻的 或者小3同學 這麼嚴峻的 那他們究竟面對著一些什麼問題呢? 有些同學 可能寫字、執筆 都沒有很夠力 其實這可能源自於 在嬰兒的階段 一些小肌肉的訓練 大家可能不在意 拿著筆就懂得寫字 因為你是什麼 成年人 到現在已經忘記了當日 究竟怎樣學習寫字 怎樣拿筆 又或者 以前的年代 可能很多日常生活的一些 不一定是訓練 是生活、生存的時候 你需要的一些技能 其實已經幫你練習了一些 小肌肉的訓練 去到一、二年級寫字的時候 相對地 是比較得心認手一些 但今年郭Sir看到的 是真的比較多 在寫字 或者在學習上 是有滯後的情況 那滯後怎麼辦呢? 這次探索字 真的 找郭Sir了解一下 都要知道 究竟不同的情況 究竟怎樣可以幫助大家 首先 因為這件事不是十天的事 我們還是要一個比較長的時間 你想想 訓練一些小肌肉 不是和大肌肉有很大的分別 因為大肌肉你可以看到 練完之後 就可以做到一些事情 但小肌肉是透過不同的 一些逐少逐少的訓練 改善了他的能力 令到其他技能上有所提升 一步一步來 循序漸進 希望在不同的方向和領域 可以幫助小朋友 幫助大家 千萬不要相信多少天能幫助大家 我也希望 為何我們推出很多不同的班組 都不會有一個月完成那件事 就是我們不會有一個很短的時間 令到你有一個很突飛猛進的改善 這就是學習的本意 而學習的本意就是 希望大家持之以行去做一件事 記住那五個字 欲速則不達 OK 葛Sir的分享到這裡 如果你也覺得 十天無痛考好程婚史 其實也真是天荒夜譚 沒什麼可能會發生的 不妨在下面留言說說你的見解 希望下次分享 又可以和大家再多說一些不同的事情 有什麼問題 這個KL Code 真是幫到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